哈喽,我是Kai 今天要来分享胜利女神尼基最新情报消息 官方在刚刚进行了游戏首次长时间的维护 我们这里的时间是11月7日,下午2点到4点 目前已经可以登录游戏了 他们的补偿是200珠宝 相信不少玩家都遇到了Bug、闪退等各种问题 那这就是官方刚刚发布的有关角色咨询查看花絮的系统 也就是这一个官方的说明是 之前我们看过了之后重新登录了 它现在呢是会显示你还没看过的 我现在珠宝是1810了 如果进去看 它可能会显示你拿到珠宝 啊角色异常 所以是拿过了的 这个红点显示是错误的 官方暂时还在修复中 需要多一点时间吧 在昨晚10点呢 我们也收到了新的10抽券 原因是热服那里 昨晚进行了首次直播 这个10年抽国际服务台港澳都有 直播中他们也发布了一些BOSS的图片 这三位 好像就是那个拦截战的BOSS吧 而最重要的情报当然就是这个了 全新尼基加入 海伦 超卡池预计新增海伦 几率提升招募 活动同时开启 没想到游戏还没到一周 就已经有新的角色出现了 速度有点太快了 开服的SSR已经很多了 我自己都记不了 他们的名字那些 那这位海伦到底是不是限定角色 还是只能通过客金才拿到 暂时官方没有公布更详细的部分 虽然发现有些玩家已经放了他战斗的画面 可能是从封册 又或者是现在的那个版本之中拆包找到的 就看一下几时会有更多的新消息了 我猜这是蛮快就可以知道了 好的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